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的高处运算跟整个大数据的关系 如果说我今天我用所谓的人工智慧 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了机器一个问题 它可能要4秒5秒才可以回答我 它就没有使用上的效率 但是如果说今天它进入到5G世代 它整个传输数据是物跟物的一个连接 它可能只需要不到1秒的时间 10分之1秒你问它问题 马上就可以去做应对回答的话 这就可以达到高处运算 跟整个物联网这个价值 所以说其实张忠宝还特别去点到说 整个所谓的一个AI是物联网的核心价值 那你核心价值必须要有很多的配套都完成了 像今年5G推行 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重点 也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发展跟严格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从过去2014年 就已经开始点到 一直到1月份 它还是宇宙经常跟大家讲说 你千万台湾不要再错过AI的商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AI的所谓的一个市场上的规模 2017年其实这个比重成分真的非常非常小 但是如果说到了三年之后 2020年大家看到 这个不是一倍两倍成长 这个可能10倍20倍成长 因为这种区块的成长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2018年的一个高速成长 目前市场上在预估规模大概会成长16倍 跟去年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你去想想看这16倍的商机到底有多大 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台湾厂商来讲 其实我们并没有错过 但是我们必须要加紧 去把我们的生态链去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不能单单只有上游 我们也要有下游 我们必须要有海量的数据 应用端 对 要有平台 因为未来只要讲到智慧 就是AI人工 因为其实我们去想想看 智慧型手机 目前华为已经推出一款 支援AI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晶片的这个手机 就是说未来如果说 这个所有的硬体都配套好的时候 它就是变成一个 你的随身人工智慧的一个秘书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如果说你有玩过Siri 大家会知道 苹果的Siri 你问它问题真的很笨 你问它一个问题 它没有办法帮你解决 它只能提供选项 让你去做怎么样 筛选 但是真正的人工智慧 它可以利用你的消费习惯 你的生活习惯 让这些所谓海洋数据 帮你得到最完美的解答 比如说它直接就告诉你要怎么做 甚至于它就告诉你 你现在请我交代的事情 我就利用大数据的运算 直接帮你去搅拌叫车干嘛的 这其实这就是我们必须 去了解到的一个重点 当然其实就台湾厂商来讲 一定是先上后下 其实台湾上游这个部分 我们在早盘跟平均有聊到过 其实台湾会最直接受惠的 有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在晶圆代工 因为最直接受惠就是台积电 像联电这一座晶圆代工的 因为必须要有高效能运算晶片 另外又是什么 就是ASIC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创意 股价再度又创了这个波段的高点 这个涨势真的是非常非常凌厉 那甚至像做什么的 这个世新KY3661 股价表现也不错 大家都可以看到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强 而且是从一月份整个股价 又再度往上去做个拉台 这是第一个ASIC 另外什么IP 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细字材 这个题材已经开始慢慢去做一个发酵了 那我不晓得大家发现 今天盘面上 整个AI人工智慧最强的股票 就叫做3035的资源 资源这张股票 我们在上礼拜就有提醒到大家 它这个是扎扎实实半导体 IP的这个所谓应用厂商 那今天是直接供到涨停板 那其实这就有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跟台积电连接性比较高的 这个3443的创意 我们可以看到全镇怎么样来做一个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从今年元月份开始 AI题材开始炒对不对 如果说你懂得这个题材 去做布局 在台积电法术会之前 去布局的时候 当时如果你布局现股 它的最低点是在254块 这个波段最高只涨到351 波段涨幅也不错 涨到38% 价差将近要有100块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全镇来做操作的话 你看这个065327 这个创意原副所发行 今年3月份到期的这个全镇呢 大家看到它在同样的位置 254的时候它的价值是0.5 结果到今天盘中的时候 它来到2.95 涨了490% 现股涨38% 全镇涨了490% 其实这就是全镇的好处 它可以放在那里杠杆 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投资者 你可以买80%的股票 你拿20%去做全镇的操作 它可以让你的报酬率大于38% 可能会来到50% 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状况 这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到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除了这个所谓的一个IP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记忆体模组 其实记忆体模组 因为现阶段来讲 为什么记忆体不断去做一个涨价 因为我们必须要大量的这个 所谓资料去做个储存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到说 其实这样一个生态链这是上游 那么下游这些应用端 可能现阶段来讲 还没有那么快去发行 但是你上游的 你一定要先把平台架构好 那对于台湾厂商来讲 就有很多厂商值得我们去做一个玩味 像我不晓得今天大家有没有打开报纸 看到一间台湾的老牌IC设计厂 以前做触控IC的 2458的益龙店 他特别点到过 他要请全力力拼AI这样的一个产业 大概未来这几天投入超过100个研发人员 那如果说你这张股票 未来会投入到AI的话 它就是AI的概念股 AI的IC设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形态 其实在这个波段大盘大涨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涨到 1月份完全停在原地 但是它获利不好吗 其实它获利非常好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 左下角这个部分 这是它季度EPS的这个表现 其实在去年第三季的EPS 就创下了历史的这个新高 其实每一季都是往上去做成长 代表说它产业的一个结构 跟它公司的整体的体质是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权证 怎么来做操作 那我帮大家筛选都是天数比较长的 因为我希望说大家其实在操作权证的过程当中 尽量不要强短 我们做股票做长线做波段 你才可以想到倍数获利 想到波段获利 那我们就挑选比如说像这个072651 翼龙兆峰所发行 今年7月份的这个权证来做观察的话 它大概目前在价平的位置 大概溢价只有3.11% 那据到期日有179天 那以它今天盘中的价格1.35 就是你买一张大概是1350块钱 来做一个换账的话 其实成本相对偏低 那就想象空间来讲 我们就讲说你可以做资产配置 你比较积极的人 把权证这个比重拉高一点 比较保守人权重比重拉低一点 那如果说这个行情 真的开始往上去做发动的时候 它却会想象题材 那很多人讲说可是 我如果说这么大的资金 直接投入进去 他如果说整理很久怎么办 这其实就是权证的一个好处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要买100万的益龙店 那因为它的股价 目前还在盘整区 我可以先怎么样 先买十分之一 就是因为它有杠杆 它这个杠杆比率可能是0.2 我们就可以来做个观察 就是你买5张 等于买到一张现股 那这样的一个观察 你就可以做到 这5比1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可能就买20万的这个权证 那如果说它没有动 你可能顶多就损失掉 这个所谓的一个时间价值 但是如果说它真的发动的话 它等同100万的股票市值 往上去做的标涨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题材 应该不是只是一天两天 这是一个长线的题材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来做追踪 好 另外要请教云龙 就是今天尾盘又看到 面板刷户友达跟群创的发动 这一个月你觉得说 面板刷户是大牛股 但他们的个股的涨幅 短线都已经超过有一成之多了 好 面板股的后市 还有相关权证 我们怎么操作呢 好 面板股我相信 其实我们上次在跟平均在聊的时候 那时候友达还没有突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友达最近其实这个涨势 其实我们有一张 这个友达的权证 跟它的现股的涨势 其实这个波段 从今年一月份 友达从低点 12.35 涨到波段的高点 大概今天盘中的时候 我看到价格是14.2 大概涨幅是15%左右 但是如果说 我们利用权证的一个杠杆 来做操作的话 大家知道吗 从今年初的这个0.68 到了今天1.59盘中 它涨了133% 你如果说操作现股 是只有赚了15% 但是你操作权证 赚了超过一倍 这就是杠杆的好处 那为什么面板会这么强 因为其实今年 不管说群创 还是友达 还是夏普 红海都已经讲了 这就是OLED的元年 那其实对于台湾厂商来讲 这就是一个想象空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产业的一个成长趋势 大家就会发觉到 其实为什么这么强调 OLED的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都知道 OLED它最好的 最方便就是说 它可以弯曲 对 那三星已经讲说 它在接下来推出的手机 是折叠式的 那荧幕这个地方 完全不会受到 你折叠的一个关系 而受到干扰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想象空间 甚至大家知道吗 三星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业 就是手机 它的这个面板 可以包覆到旁边 一直要包覆到后面 也说它整个手机都是荧幕 那也说其实这个就是OLED的好处 那也说未来的想象体材跟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成长趋势 它就是不断的往上去做成长 年负荷成长率高达91% 从2016年到2020年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去做观察 因为其实周边的零组件 非常非常多 那面板穿过卡上 往上涨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 可以去看看触控 因为触控在这个波段 完全没涨到 而且这个目前的OLED 它还是需要贴合的 对 贴合就是必须要用到台湾的技术 那台湾的领导厂商 一个是TPK 一个是GIS 有时候为什么这几天 大盘在震荡上量量股票 好像有点纯准运动 大家可以看到TPK 开始往上 我们先看一下TPK的K线形态 TPK放大给大家看 是巧巧的往上攻了 但是其实就获利面来讲 这个6456的GIS KY 才是大家可以去做观察的 而且它基息非常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K线形态 从波段的高点 这样修正下来 再处在一个低档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权证 其实它权证其实有目前 非常多的一个选择 而且天气都还蛮长的 比如说像这个GIS中信 在今年这个9月份到期的 目前的价格都非常非常低 大家就可以去做观察的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宇农 也提醒大家 全正式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有机会在短期间 获得极高报酬 或是蒙受权利金的损失 购买之前请先了解 相关的风险 以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们下期再见